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延一番话说完 众位头领的脸色也平复下来 李延说的没错 妖贼和红奇邦有仇 几个头领在妖贼张和手里都吃过亏 此刻痛打落水狗 自然一个个都是蠢蠢欲动 可现在 红奇邦自己也是一身狮子的话 又另当别论了 红奇邦靠劫掠过往红毛鬼的商船生活 和东印度公司水火不容 贸然参与安南之战 容易被荡成靶子 更何况 有不少头目想起了前几日天宝阁带回来的西洋机器 那可是宝物啊 比起太平文书都不一定差的 当时看的众人眼都直了 有了这东西 即使没有石夫人镇压 红奇邦依旧有孝傲南洋群道的资本 结合起前几日天母过海的经历 红毛鬼这次大动干戈 不会是为了 如果是 就更不能趟这趟浑水了 唉 那可真是可惜了 蔡清叹气 诸位头领都是一脸惋惜 因为石夫人的关系 太平文书对红奇邦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此刻 的确是剿灭妖贼的大好机会 别人不说 连处世冷静的朝义自己何尝不想拿到太平文书来祭奠石夫人的在天之灵呢 我蔡家世代供奉 火顶公婆 太平文书对我来说是外道 没什么用 天宝兄弟不要 我也只好自己收着了 哦 对了 天宝兄弟 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哦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前几日你破虎门的时候 可曾杀过什么官兵之外的百姓 或者带回来什么人呢 哦 有啊 李延一瞪眼 把一个粗豪的模样 演出了一个石成石 实不相瞒 蔡大哥 我破虎门的时候意外绑了一个大肉票 乃是当今数着着的几位大官 堂堂的梁广总督 林远甫 哦 蔡倩大为振奋 面色潮红 拿出一张画像来 可是此人 不错 正是他 哎呀 天宝兄弟 哥哥直说了 你要是愿意把这老头子交给我 太平文书 我必双手奉上 蔡倩激动的站了起来 好像真的刚知道 林远甫被李延绑走似的 此话当真 绝无虚假 李延表现得也十分惊喜 头领们兴奋四顾 没想到 那个蹭吃蹭喝的老头子 还能换到这等好处 蔡倩牵着李延的袖子 两人都是神色激动 不给 送客 月冷星稀 大船停在岸边 海上波光灵灵 这次没能帮上蔡大哥的忙 兄弟我心里难受啊 李延安生叹气的 他拉着面无表情的蔡倩 一边把蔡倩送到码头 一边如是说道 郑袖儿和一众头领跟在后面 脸色怪异的 看着长须短叹的李延 人活于世 骨头可以硬 脸皮还是要多背几张 李延的性子够冷俊 当初还不是嬉皮笑脸的追朱弟 信口开河的骗太子乐 蔡倩一开始 就打算用太平文书换林远甫 故意扯一通发兵打张合 这是谈判场上的手段 至于李延的想法 你玩 我陪你玩 你扯 我陪你扯 可放人 不行 毕竟让官府掏钱 成就自己绑架封疆大力的汉匪名声 这关系到一次额外严服事件 要是真把太平文书拿到李延眼前 兴许李延还考虑考虑 蔡倩再掏二十万两银子 大概率李延就答应了 你这空手套白狼的 真当人虎啊 天宝兄弟 真不再考虑考虑 金银真修美人军险 你尽管开口 要啊 都要啊 可有一劲儿 我不要蔡大哥你给 我要给官府送信 让那广州将训福林 以官府的名义来掏这笔钱 天宝兄弟 你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你这是打人家的脸啊 不过分啊 我们要蔡大哥你的钱 您怎么能说我过分呢 蔡倩封神如玉的脸上也看不出多少恼怒神色 反倒有几分笑意 他往前几步 看了看自己停在码头上的船 已经有人下来接自己了 来接蔡倩的 是个辫子疏到腰臀 容貌秀丽 眼边有泪质的漂亮女人 老板 嗯 蔡倩点头答应 转身拱手 天宝兄弟 说句心里话 我本来以为红旗天宝仔 不过是个靠着燕孤气焰 狐假虎威的小白脸 要么就是个只知道成勇斗狠的莽夫 今日一见是当哥哥的错了 哥哥给你赔礼 李延眉毛一条 心里暗骂老兔崽子便宜暂停死啊 他话头一转 今日上岛认了一个兄弟 一个侄女 不能白认 阿九 给我兄弟和侄女拿临别礼 那女人低头称诗 提了两个礼盒 送到李延和郑秀尔面前 李延的锦盒打开 里面是一把匕首 镶嵌红色宝石 造价不菲 足有五十的锋利度 也可以兑换一百点岩附点数 而郑秀尔的锦盒里则是一部蓝皮现装书 燕圣书有两支 一支传自楚福 一支传自鲁班 这本便是鲁班燕圣 本来是给师妇人的见面礼 如今便送给我秀尔侄女了 郑秀尔压了一声 脸色惊喜 李延的脸色却陡然而沉 石夫人因为滥用验生术导致的凄惨死状 腐烂的皮肉 森森的白骨 血肉模糊的躯干 在她眼前走马灯一般闪过 天宝兄弟 我们日后再见 蔡秦说罢 施施然离开 身后那名叫阿九的女人亦步亦去 李延脑中闪念 这蔡秦身边似乎就只有阿九一个人保护 惊鸿一瞥 不料 那女人猛地回头 眼神凶狠如瓷暴 正如李延眼中的黑色涟漪撞在一起 颜阿九 对方拥有反制类技能 你的惊鸿一瞥 无法查看具体细节 蔡秦喊了一句阿九 颜阿九眯了眯眼睛 转身跟在蔡秦后面 不再看李延 扎小刀蹲在沙滩上抽烟 蔡秦和颜阿九从他身边路过 眼神交互了一阵 有火药味 李延盯着蔡秦的背影 拳头紧了又松 这位梁广首富 乃至天下首富 还真是不简单哪 刀子 眼见蔡秦的船开走了 李延喊了一嗓子扎小刀 泉州找异兽图的事得抓紧了 蔡秦这一走 再来的 恐怕就是官军的水师了 李延正要和扎小刀商量 码头上有个光着脊背的人 浑身血淋淋的朝这边走过来 李延认得他 叫黑仔 当初是自己叫他和张薇去探查 刺杀自己那帮人的底细的 赵大夫 李延几步就窜了过去 扶住快要站不住的黑仔 谁干的 张薇呢 黑仔见到李延 似乎终于放松下来 两眼一翻 昏了过去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进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